作詞和由紀念山 這部電影看完真的會有一種淡淡的憂傷感 可是又覺得好像又可以得到一點力量 作詞和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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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得到一點力量 為你們的同類疏死搏鬥 殺出一條血肉 這個電影是解放型的 填放過去 讓自己釋懷的一種 一個定義 他們看似是天才 看似是天才而同 可是並不是天才 就一定是完人 我都沒說話了 我都沒說話了 最深刻的是吳慧 在喝醉酒的時候 跟他的兄弟們告白的那一段 看了很揪心 很心情 你是我還好見像女兒 但是我就是為你保護皇 我看你們開心 我都沒就開心 我覺得那個老師的角色 其實也蠻特別的 因為他的表情都 我覺得都有種很怪 很怪的淡定 跟就是嚴肅的感覺 他其實自己也曾經是這樣 你會把自己的希望 架在那個孩子身上 可是不見得是他想做的事 把他的夢想揭在我身上 從現在起 一秒都不能續度 那麼就差最後一組的生命 今天看了這個電影 我就完全能夠 明白 明白對導演的 他這個詞的每一句的意思 就是他心裡面 最想唱出的每一個歌詞 跟他派出的畫面 我覺得我們在唱 就是真的就是 好像在幫這群年輕人說話一樣 說出他們的心情 然後也不要 也會在那個過程當中 好像也安慰自己說 不要忘記最初的那個夢想 跟最初的那個自己 小時候做過很多夢欸 好可怕 我有想要當什麼呢 我想要當畫家 然後又想要當空姐 後來發現自己身高 後來自己長得像也不夠 那會超過的好不好 一開始剛發片的時候 會比較戰戰兢兢 想要精準 然後完美 精確的表達什麼是自己 後來就發現其實也沒有什麼完美表達這件事情 因為自己每時每刻每分每秒 因為每一件事情每個事件 我們都在不停的變化 然後我也在成長 不管好的壞的你都得接受 就是你就是張開你的雙臂 然後去迎接他給你的這些東西 然後呢當你認真的去經歷過他們以後 回頭請感謝這些經歷 我們三個人真的是把我們的青春最精華的時段 在這個地方就是要奉獻了 好妳謝謝過去也 謝謝那時候其實就是很勇敢的去做這些事情 因為我們就是因為不懂 所以很多事情做得很快樂 真的很快樂 而且真的就是享受在心 那段時期我覺得自己算是重生了 然後接受了一半的洗禮 如果是要對歌迷朋友說 其實真的很感謝你們 讓我們SHG是陪伴你們的青春 所以其實現在很開心就是 我們還有那個機會可以繼續陪伴你們 或許你們已經成長了 你們已經到了這個社會上有了自己的夢想 完成自己的夢想 或是你們還正在追逐夢想 可是我們沒有缺席 其實這點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這個世界初相見 當我曾經是少年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是SHG 6月19號邀請大家一定要走進戲院觀賞電影 少年班 讓我們一同尋找曾經是少年的自己 那 we會不會再走進去 我們我們知道 特別時間是帶走進去 那就是我們在 cosmos 關心燈滿靈的 我們在一起 我們想像線 已經人瞭不過了 我們很會不會再走進去 我們也可以 我們做一個 我們可以付一個 我們要緊張吧 我們可以隨時